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1998年已经创下10万的资产 之后更是成立了公司 做起的农副产品经销商将大豆销往国外 这一切光靠朱小红自己是完成不了的 是她的弟弟一直冲当她的腿 一次巧合她去墨河看到很多野生蓝莓 了解到野生蓝莓的花金素有美容抗衰老功效 于是2013年年过40的朱小红不够家人反对 在墨河建设开场 但是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辛苦积攒的1000多万不到两月就花完了 工厂被迫停工 这个巨大打击并没有让朱小红停下前线步伐 后来她和一个种植玫瑰的人合作 共同把玫瑰产品做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 在朱小红的工厂里还安排了一定比例的残障人士 对此你怎么看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作为新奇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